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是一條挑戰影片 給自己玩一下的影片 因為我一向化妝都是以精神一點 或者漂亮一點,沒有那麼殘為主 從來都不會說仿妝,或者試其他Style 是穩陣派來的 但是前幾天我就看到我的女神多福心 他就上載了一條影片教怎樣化一個輕歐美妝 大家都知道我的臉型,包包臉,雙眼皮是很厚,很厚 然後完全沒有輪廓可以平的 所以我跟歐美愛國人這件事不要說相同 連雙齒我都找不到 都算是一個挑戰 我不知道今天有結果會怎樣 現在畢竟是掃眼 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興趣看究竟我是成功還是失敗 會搞到什麼大頭髮出來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要走歐美路線 第一步當然是戴一副有混血感的Korn 我今天選的是Olan Scandi系列 它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外框 戴了一邊,大家會看到它沒有外圈 就沒有放大效果 平時我戴這一款Korn是不漂亮的 今天就可以試試看 究竟是人的問題 還是妝的問題 會不會化了這個歐美妝 有這個混血感呢 這個Korn就沒有那麼奇怪了 依舊我們遮了黑眼圈 這個步驟化什麼妝都不會變的了 這個妝我預計化完之後都要下的 所以粉底方面我就拿一些舊的粉底出來 打算不要浪費了 然後黑眼圈呢 還有一點點印 我們再用遮瑕膏呢 遮一遮它 其實外國人呢 很少有這種這麼拋的眼袋 所以呢 我覺得無論怎樣化都應該不會像 因為上個妝比較霧面 我就用Chateau Brie的這個粉餅 它是比較私勇感一點點的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粉餅 因為上完之後呢 皮膚很滑 好像blur了 所以外出呢 我經常帶它去補妝 有什麼狀況啊 一抹上去就消失了 因為我修眉呢 都是修比較平 如果歐美妝呢 它們一定要比較有角度呢 我現在就要調一調的角度 看看可不可以弄高一點點 咦 不對啊 因為我這邊呢 大家看到呢 我兩邊的眉骨是很不對稱的 所以我應該要先把這邊弄起來 怎麼辦呢 我不敢畫 大家覺得這樣有沒有弄到一點點 糟了 我這樣是不是好像黃小虎啊 還是畫上這邊 再看看什麼情形 哈哈 我直接呢 寬於了自己想要的眉型呢 用遮瑕膏做了個框架之後呢 引開它 讓它旁邊乾淨一點呢 就好像有點feel那樣 我也是第一次用這個方法去畫眉 平時我也是用眉粉的嘛 又挺有趣的 我的眉毛是不是太長呢 好像梳不起那樣的 唉 不管了 不管了 眉毛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歐美妝另一個重點 我們的眼妝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用一個淺色打底 我也是用NARS的這一盤 舊色眼影盤 反正一陣子打大腦呢 都是cut crease的了 所以現在這個打底色是什麼呢 我想都不太重要的 然後呢 我看它是用類似這個樣子的霧面色 這次真的成也拜也 它就說 按下去雙眼皮的位置 大力按下去 然後用一個鬆的掃呢 這樣blend開它 我覺得呢 我不夠大膽啊 可以 重手一點 好怕喔 好像太重手了 然後它就說 用遮瑕液 放在雙眼皮的位置 做那個cut crease的 第一次玩cut crease的 是不是這樣啊 怎麼這麼奇怪啊 然後我們把眼尾blend好一點 讓它們融合一點 我現在呢 就用遮瑕膏把這裡 剔上去做一個 比較利落的線條 那我呢 看到記錄心呢 它的cut crease位是用霧面的膚色 但是呢 我自己就想用一些有亮片 有珠光的顏色 所以我就拿這個金色 這個金色真的是超美的 既然是仿勾美妝呢 我們就要畫一條上陽的眼線 那我看到記錄心呢 是用一些很小的斜角掃 和深啡色眼影 照跟線 我決定在搞這隻眼之前呢 再畫一畫 用眼線液 我比較有自信一點 好 到另外這邊呢 有球師的經驗 可能會好一點的 哎呀 好搞笑啊 和平時我自己的樣子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 歐美妝呢 很注重一些比較濃密的睫毛 我就沒有假眼睫毛 但是呢 我就在櫃桶找到一支新買的 那就是減價了 我看到六折呢 它寫著Dramatic 那時候覺得好奇而買的 現在就大派用場了 看看可不可以EZ引 令到它真的做到濃密的效果了 嗯 我碰到你了 不關這個Mascara的事 是我本身的睫毛條件不太好呢 其實這樣已經算是頗有效果了 眼妝完成之後呢 就要整理一下 始終呢 我是超級扁平 沒有臂樑 沒有輪廓的人來的 那第一步呢 就要打了一個鼻影先 我是用Calvin O'Quad 的這個 陰影修容書 那就應該可以重手一點吧 說明先啦 我這個不是用來出街的妝 純粹用來玩玩而已 那所以呢 如果一會變成一枚 大家笑一下就可以了 面方面我由太陽圓 這裡這樣畫個三字 總之沒有球 我們待會這裡要凹下去 拳骨要噴出來 現在在旁邊看好像一個毛婆 真的有分別 現在整個感覺上 這裡是這樣衝進來 完全不同感覺 好有趣 然後來到胭脂的部分 我還在用這盒Chateau Brie 我真的這半年每天都用它 還未見底 救命 我就想旁邊拉下來 現在就到歐美妝頗重要的打量了 說到有效果 就一定是Becca這個Moon Stone 加一點上去 看不看得到 超漂亮 立刻出來了 看不看得到 打量我們的鼻樑 加上去 人乾 最後唇膏 我選了Laure Mercier的 就是這支Bluen Natural 它是比較偏啡紅色 我覺得很搭一些歐美妝 有點像這個歐華田的顏色 我把唇峰塗得明顯一點 平時我喜歡散開它 因為是模糊一點 今天就不是了 直接塗一個山丘 我現在就攪一攪頭 然後回來給大家看看 究竟整件事 勾不勾美 好了 我回來了 其實我還是把頭弄散它 然後捲一捲 再把戒指吞下一點 就未去到九一或者八二 我想現在應該不流行到 按過了 Anyway 令整個感覺 隨性一點 隨意一點 那有沒有歐美感呢 我也不知道 但對我來說 是一個挺成功的新嘗試 因為平時我的眼妝 是不敢畫到這樣 或是畫到這麼高 然後上陽眼線 對我來說 都是很少很少 應該說是沒有 這樣做的 特別是戴這一款 跟平時的風格很不配 我很少戴到的 但原來 配這一種的妝容 又沒有什麼維和感 那今天也算是走出了 自己的一個舒適圈 原來我都可以 carry到不同的妝容 未必是大家習慣 也未必是漂亮的 但始終我覺得 未去到悲劇性的發展 我有想過是很恐怖 完全鬼馬六 但純粹只是覺得不習慣 今天絕對不是教學 我也是跟著別人的影片的步驟 然後自己又加了一些想法 做一個小分享 所以如果有什麼技巧上的錯誤 是絕對錯誤的 Anyway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會看得開心 我自己這樣畫 都挺新奇的 但是 下次可以嘗試不同的仿妝 或者再不同的風格 有興趣都可以告訴我 我都可以試一下 這樣拍出來的 對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片 夾風 所以六月十三點和七月十二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好想拍那些妝容大頭 好漂亮 好維美 好型格 或者 whatever的風格 我發現我做不到 整件事真的很尷尬 怎樣可以對著鏡頭 很有自信地 搓一些不同的角度出來 啊 這件事真的對我來說非常之難 總之 就變成了這樣 人家通常最尾就是 搓搓搓搓 這個頻道沒有這件事的 對了 就這樣結束了 Bye Bye